心灵回收站 痛苦地喘着粗气 大地的汗珠沿着他额头滴落在枕上 我赶紧摇他的肩膀 问他怎么了 他有气无力地摆摆手 声音着让我快打120 看到李大同的样子 像是很严重 怕到医院自己一个人照顾不过来 我又打了120 又给住在不远处的大姑姐打了个电话 到医院检查折腾了大半夜 李大同得的是一线炎 我跟在医生身后问病情 医生说 现在得这病的人多 主要是大鱼大肉吃多了 我又问 大概需要多少钱 医生说 一线炎要做手术 治疗时间比较长 所以费用也比较高 估计二三十万吧 我顿时像被冲去筋骨色的 身子一下子瘫软了 脑海里只盘旋这三个字 怎么办 平日里 最喜欢对我家大小是 指手画脚的大姑姐 此时却眼看向别墅 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 我和李大同是二婚 我结婚早 那时年少无知 我的前夫就是个混蛋 吃喝嫖赌出轨家暴 我和他离婚后没几年 他就因罪被判了无期徒刑 我和前夫有个儿子 跟着他爷爷奶奶 据李大同说 他是因为前妻出轨而离婚 女儿跟着前妻 他负责生活和学费 第一次见到李大同 我就知道他会做饭 那天我在客厅里和他家人说着话 他一个人寄个花围裙 在厨房里挥刀无盏 没过多久 水几个色相喂剧群的菜 就铺满了桌子 我当时还心中窃喜 和前夫过了十来年 都没有吃过一次他做的饭 也许是老天看我可怜 让我下半生终于能被人疼爱 李大同会做 但也很会吃 尽管不富裕 但并不妨碍他顿顿吃肉 天天喝酒 记得刚和他结婚那年 他听说我姐家是养鱼的 竟然要到我姐家 摄一百斤的鱼 拿回来阴辣鱼 逼我一顿兑 才没去丢那个人 我和李大同相识 四个月就领证结婚了 那时我离婚没房 住在单位宿舍好几年 而当时我上班的单位 又濒临倒闭 我看着他话不多 人也老实 自己有房 还有辆半挂车 于是就匆匆扯个证 搬到了他家 婚前 李大同信誓旦旦的保证 让我来掌管家里的财政大权 可婚后我才知道 这就是一句空话 他哪有什么钱 才供我掌管 他既然要还半挂车的外债 又要供女儿的学费和生活费 我能掌管的 只有自己那份工资 他自己从来没往家 拿过一分钱 反而还怪家里伙食差 说什么 要留住老公的心 必须先抓住老公的胃 那意思就是 任我给他买好吃的 毕竟是二婚 有时候我自己想想 也觉得不舒服 但他总说 等他女儿大学一毕业 他的外债还清了 情况就会好了 更空旷 话虽然明说 但毕竟我是住在他的房子里 我也只有自我安慰 谁一生没有男的时候呢 日子还长着呢 只要两个人不吵不闹 彼此真心 慢慢会好起来的 我每个月的工资 除去我们俩的吃和家用 紧紧巴巴也存不下几个钱 和他在一起两年多 我也才存了四五万 这些钱即便我全拿出来 也不够他的医药费啊 再说 我最近也有个大事要用钱 就在李大同发病的前几天 我接到儿子他爷爷的电话 简公公说 他们那个村子 过不了两年就要拆迁了 现在村里家家户户 都在忙着盖房子 宅基地也水涨船高 都涨到十万块钱一间了 简公婆家有四间宅基地 老两口合计着 觉得儿子盼了无期指望不上 就把宅基地分作两份 一份他们老两口自己盖 将来拆迁补偿分了房 如果儿子有机会出来 就留给儿子 另一间两间就分给我和孙子 简公公希望 我趁机会把房子盖起来 这样我也有房 他孙子也有房了 简公公急急忙忙 让我这两天赶紧拿主意 趁着这段时间 村委会管得松 抓紧时间把房子盖起来 他帮着找施工队 接到电话 我很高兴 自己这么多年 我不就盼着能有一套 属于自己的房子 那时 前夫整天混在外面 出轨家暴 我忍辱负重 拖了好些年才离婚 就是因为自己没房 没地方去 还有 我如果有房 怎么可能舍得把儿子 留给他爷爷奶奶呢 如今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何况自己盖 比买商品阀还算多了 如果搬迁 按一比二的比例 那以后还能多赔点 我在心里盘算了一下 和李大同结婚时 我手里有十来万 是我离婚后那几年 省吃俭用才存下来的 这个钱 我没告诉李大同 再加上这两年存的 能有个十七八万 农村自家盖房便宜 这十七八万 盖一套三层两室的房子 应该没问题 这么好的机会 傻瓜都不想错过 接公共电话的时候 李大同就在我旁边 他也挺高兴的 但过了一会儿 他又吞吞吐吐地问 家里有这些钱吗 当时我多了一些心眼 告诉他家里没钱 我得去借 这么好的机会 绝对不能错过 本来嘛 我也没说错 这里些钱 没有一分是李大同的 他笑了 高兴地说好 结果 他下午去了趟大姑姐家 回来就变卦了 理由是 他女儿上大学 需要用钱 他买车欠向的外债也要还 我如果盖房又要借债 负担太重 他还说 咱又不是没房主 不如把两斤地金卖了 拿回二十万 把他买车的债还了 我知道 这又是大姑姐给他出的主意 大姑姐一向喜欢插手我家的事 他总觉得 我和李大同是二婚 不可靠 不管啥事 总是给李大同出馊主意 处处维护着李大同的利益 算计我 而李大同 又是偏偏啥事都要跟他说 所以我家里的大事小事 大姑姐没有不知道的 为这 我没少说过李大同 也觉得他太不像个男人 可是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这次他们姐弟 又想出这个馊主意算计我 太欺负人了 我那天也是真老了 心中的火苗 蹭蹭暖窜 塌的一拍桌子 我冷笑质问 李大同 我跟你过了快三年 你拍拍良心问问你自己 你往家拿过一分钱没有 家里吃喝拉撒都靠我 你还想用孩子爷爷 给我的地基卖钱 给你还账 亏你家想得出来 我告诉你 这房子我盖定了 咱俩要是不能过去散活 李大同看我生气 磨磨叽叽半天没说话 最后来了一句 你要该就你干 反正我没钱 你可别转我 这话像一盆冷水 泼得我透心凉 只是我没想到 这房子还没动工 李大同倒是先犯病了 天亮后 我让大姑姐帮忙照顾李大同 说回家去筹钱 回来家 我找出藏着的那两张卡 翻来覆去又看了看 说真的 如果这十七万 都给李大同交了医药费 我真舍不得 毕竟这里没一分是她的钱 而且 都给了她交医药费 我拿什么盖房子 在这个档口 要是盖房子不给她治病 我又实在做不出来 毕竟我们是夫妻 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啊 经过一番考虑 我想到了折中的办法 房子不盖三层了 只盖两层 剩下的钱 也能有个五六万吧 别管婚前婚后的 是不是她的 都给她 让她先把手术做了 不够的 看她家人 能不能再借她点 至于以后 走一步算一步吧 大不了我陪她还账 我的房子 也只能眼看着 拆迁是损失了 我安慰自己 钱财是身外物 只要人平安就好 毕竟 我们是夫妻啊 有了决定 我心里顿时轻松 顾不得折腾 大半夜的疲倦 我洗巴脸 就给单位同事 打电话 说好话条班 又急急忙忙出门 买菜回来做饭 还得给她收拾些 住院的衣物和洗漱用品 中午 我做好了几样清淡的小菜和米饭 往文筒里装着 送去医院 医生说了 她现在绝对不能大鱼大肉 一定要饮食清淡 因为不熟悉我走错了 路过病房的时候 我却没进去 就在我想回头的时候 就听见大姑姐和人说话 我隔着门上的玻璃瞄了一眼 是李大同的女儿明明 和她的前妻来了 中午 同病房的人都不在 屋里就他们一家人 我正要进门 就听见李大同说 明明啊 也不知道我这病 还能不能好 我怕万一 给你交代几句话 你要记住了 我停住脚步 没再往里走 站在门外 隔着拉了一半的门 仔细听他们说话 李大同说 这几天 就赶紧把房子 先顾户给明明 还有 我一直骗她说 车是借钱买的 要还账 所以结婚这几年 从来没给过她钱 钱我都存起来了 密码是明明你的生日 那卡放在家里 怕她看见 在你姑姑那放着呢 大姑子说 是的 反正早晚都是明明的 这事千万不能让她知道 让她拿钱给你治病 拿不出钱 就逼着她把地基卖了 还想盖房子 那地基 名义上是她前公公的 神家给也是给孙子的 就是盖房子 你能捞着什么 还得赔她还账 趁这机会 逼她把地基卖了 给你治病 李大同的情妻也开口了 姐说得对 这房子过户的事啊 得赶快办 我现在就去咨询咨询 看怎么办 我气得一口气堵在胸口 差点背过气去 闪进斜对面的茶水房 我扶着放饮水机的台子 好半天缓不过来 不一会儿 我就透过茶水间的门上的玻璃 看见明明和她妈从病房里出来 两个人脚步匆匆地下楼走了 回想跟李大同的这两年 我眼泪止不住地流 自己是一心一意跟她过日子 可她咋能这样对我呢 她在外跑长途 我为她牵肠挂肚地担心安全 自己在平时在家省吃俭用 连筋肉都舍不得买 她要回来 我却下班就跑菜市场 买鱼买肉 好吃好喝地供着她 而人家所做的一切 人家当作理所当然 没有一丝一毫感恩不说 还各种索取算计 本来我和大姑姐说好的 下午过来 可我就是担心李大同的病 想早点把钱交上 就能早一点给她安排做手术 所以我才不过疲倦 跟同事换了个班 大中午跑过来送饭 刚好就让我亲耳听见李大同一家的算计 这大概是老天爷冥冥之中的安排 不想让我这老实人再欺骗 我擦干净眼泪 走到走廊尽头 给钱公公打了电话 叫他赶紧找施工队 房子盖三层 镇定了一会儿 我若无期瞬进了病房 大姑姐和李大同同事盯着我问 钱大了吗 我一脸无奈 说自己打了好几个电话 这两年疫情艰难 谁有先前借人呢 没借到 李大同赶紧问 那你手里呢 家里就没一点存款 我脸一沉 答道 你这话说的 自从和你结婚后 家里里里外外 连卫生纸都没借你买过一包 吃喝水店都是我出的 我一个月不过四千多的工资 怎么可能存下钱 你想什么呢 大姑姐一脸苦笑 故意沉吟着说 那就只能把你儿子爷爷给的地基买了 要是不够 咱们再想办法 我冷笑一声 这事你们怎么说得出口 人家太爷爷说了 那是给孙子的 只能盖房不能卖 大姑姐气急败坏地吼道 你什么意思 那你就不管了 大同和你是夫妻 你有这个责任给她出钱治病 我恶狠狠地盯着大姑姐 指着李大同说 你说得不错 我和她是夫妻 我有责任出钱给她治病 可你问问她 她有给我经过什么责任 再说了 就算我想出钱 我也得有钱呢 她生病自己都没一分钱 我养着她吃喝 用哪来的钱 靠在床头的李大同 看看大姑姐 又看看我 低下了头 大姑姐撒起泼来 那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你们是夫妻 我冷笑一声 既然说我们是夫妻 那我就做主 把我们住的房子卖了 或者把车卖了 毕竟治病重要 不行 那是李大同婚前的房子 是要留给明明的 你没权利做主 我笑了 她不就得了 李大同就算没钱 还能卖房呢 既然是明明的房子 那就让她出钱 给爸爸治病 伺候她爸爸住院吧 说完 我看到没看病床上的李大同一眼 扭头就出了病房 后来李大同还是自己出钱 交了治疗费 毕竟比起钱来 命还是更重要 她在医院住了三个月 她女儿也就在李大同 做手术那天 守了一天 紧了几天的护工 还把李大同心疼得不得了 刚能扶着床 颤颤巍巍下地 就赶紧打发了护工 大姑姐几次打电话 我说自己脚崴了 动不了 一次没去看 也不想看到她 这期间 我的新房子也快盖好了 两间三层 共计一百八十多个平方 宽敞明亮 我先简单装修了一层 准备和李大同 办完离婚手续 就搬进支柱 剩下两层也不着急 慢慢存钱再装修吧 那天 李大同出院一进家门 我就把离婚协议递给她 做了三年的夫妻 你不曾给过我一丝争讨 凭啥就要求我陪你换断与共呢 离婚吧 我不和你过 她低垂着头 苦着脸 放在腿上的两手 交叉在一起 不停地挫 那副模样 咋看她都真的是个老实人 这样计算的婚姻 我是一刻也接受不了 索性我也保护出了自己的财产 才不会人才两空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计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